好 那我們就先來開這五盒 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的抽到我們什麼東西 如果這五盒直接中的話呢 會蠻嗨的 但是我相信應該不會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評 那我們今天訊息一下我們極速領域喔 那今天是我們10月15號的時候 有出了一套我們新的時裝囉 那這一套時裝的話是我們這個雙慶銀華禮盒啦 那目前來說的話 每天都有限量夠五盒 那今天的話 哲平應該是先買我們這五盒 看一下能不能抽到我們好東西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他整體來說 長起來的話是這個樣子 很有那種就是 李燕的那種感覺啦 就是宴會的那種感覺的那個套裝 然後頭髮是我們那個長的套裝 那四盒的話算是還蠻大的那種就是大片的那個 陰灰色翅膀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話千萬不要錯過囉 那我們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就先來買一下每日限量五盒 那五盒的話基本上就是花我們50鑽石啦 所以就還算蠻便宜的 所以大家的話也可以就是慢慢用我們這個來每天買一點點買一點點 然後最後再以示範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囉 好 那我們就先來開這五盒看一下能不能順 順利的抽到我們什麼東西 如果這五盒直接中的話呢 會蠻嗨的 但是我相信應該不會喔 來 好 鬼台生什麼東西都沒有喔 我們今天主要來說就先買那五盒 先來抽一下我們的手氣這樣感覺 那搶購這邊的話目前來說也是可以直接買我們這個禮盒喔 那加起來的話是103塊錢 還算是蠻便宜的 可以直接拿到我們的十盒喔 那以往來說這種衣服的話通常都是我們的150盒到250盒之間 有機會可以中獎喔 所以就看大家有沒有這個運氣能夠中到我們這個套裝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繼續來跑一下我們的排位賽啦 最近其實真的覺得 騎未來戰士好像是比較容易就是讓我手感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一樣就來騎一下我們未來戰士喔 那今天換的是我們天秤座的衣服 那天秤座基本上也是會露腿推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算是一個不錯的騎摩托車套裝啦 好 看一下這場來到的是我們廣寒先進囉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要看一下能不能在我們廣寒先進取得我們的好成績 那目前來說因為我們用的就是那個逆天移嘛 所以我們這邊實裝度是只有到我們115喔 因為這邊的話逆天移最高的實裝度好像就是115這樣感覺 啊 天秤座這邊的話我記得我上次好像說會變成那個破酷的感覺喔 因為他旁邊是有那個裙擺啦 他裙擺就是蓋住我們腳腳的話就 就很像破酷有沒有 你看 就破酷的感覺 所以這一套就是天秤座套裝的話 我覺得應該不適合拿來騎我們摩托車喔 還是昨天的那個就是我們秩序套裝那個腿推真的很完美 好 這邊的話就先來找一個暗道 得過來 然後這邊小心 直接吸W噴 撞到了 我這邊沒有騎好喔 沒關係 過來 然後延續 延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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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W噴 補氣 好 有一個失誤了 W吸打噴 飛過來 然後過來補氣 這邊甩飄一下 就讓我覺得未來戰士我真的衝起來感覺真的很不錯啊 就是他基本上手感對我來說的話真的很讚 有一個掉下去了 有一個掉下去了 誒誒誒誒 他撞了我一下 但是我沒有 我還好我有救回來 差一點就去了 外戰士真的很不錯欸 因為他基本上飄起來的那個手感真的是 我只要一下去就是有一個那個 進階戰地出彎的那個 哇 這邊直接 兩個互撞喔 沒關係 還是有機會的 然後目前是前三名嘛 前三名就ok了 飄 補氣 再補氣 期待再噴 W吸打噴 飛過來 過來 然後 甩飄 欸 賣龍喔 你賣龍喔 甩飄 然後這邊 小心一點點 因為你沒有炎好氣的話你就飛小力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有些人真的會直接飛到爆炸 好 這邊過來 然後這邊再一個 加速 哇 直接硬拗到一個第一名喔 還不錯 nice 所以我真的覺得未來戰士給我的手感真的很不錯啊 我自己還滿喜歡的 因為就是基本上他那個 就是一彎過去就直接有那個進階氮氣出彎的感覺的話就很不錯 因為以往來說我之前 我在開車的時候就很少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 以前是有啦 但是目前來說因為可能是改版或是自己不習慣這些車之外 然後後來就是 每次要做一個進階氮氣出來的時候 每一次都有時候會用不太出來啊 用得出來的話就還好 但是未來戰士這台車給我的手感就是基本上都用得出來 所以就還不錯喔 好 那我們這場的話是取得了我們一個 第一名實裝度 沒問題 我其實還滿喜歡他剛剛那個動作耶 就是轉印圈之後然後就是微微的點點頭 那種感覺很 很優雅很好看喔 雖然這個的話在騎摩托車的時候這套裝真的是 有點像破庫啦 所以就 不是那麼的優秀 但是基本上一整體來說的話都還算是不錯喔 好 我們第二場來到的是我們騎平法蘭西 看一下他們取得有沒有好成績 而且就是連我們一開始也就是起步了這個段位啊 我這台未來戰士也是都做得出來喔 所以我就覺得 還不錯欸 是不是其實應該要把未來戰士抽到永久喔 因為未來戰士我好像還沒抽到永久 反正這邊的話 車子好像比較厲害一點點 欸 啊我怎麼有當機了 大哥 哇塞 不是吧 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個狀況欸 我直接變成一個最後一名了 OMG 怎麼最近問題這麼多啊 我覺得還是等那個 滑板模式出來我們 我們再玩滑板模式好了 這排位賽這個問題多多 我從以前玩到現在我還沒碰到就是會這樣卡住的欸 不知道為什麼就發生什麼事情 剛剛那個不是畫面當調 好像是整個手機直接 盪掉啊 還蠻酷 還蠻酷的 這隻是iPhone手機應該照理來說不會盪才對 就害我直接一個最後一名 啾啾 飛 誒 尷尬一波 剛剛那邊如果沒有當機的話應該還是有機會可以到一個前三的啊 但是這邊的話當掉就沒有辦法了 但是我們也不能跑一個最後一名 我們要努力 下來 來 吸打打噴 掛子出彎 吸打噴 尷尬一波啊 直接被一個gank啊 直接卡在那邊 蠻可惜的 但是還行啦 反正就是 也沒有說扣很多分喔 就是其實就還好 就是你只要有到終點的話 其實扣的分數都不會那麼的高 這樣子感覺 好 那這場的話由我們人魚打冒險直接被他ban掉 然後希望是不要去西部礦山啦 因為雖然摩托車比較小巧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 不太喜歡去跑西部礦山喔 誒 又是我們廣寒先進喔 今天跑了第二次了 來看一下能不能再取得有沒有好成績 其實我覺得廣寒先進就是最重要就是飛 飛越那個點啦 那邊如果飛得好的話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你看一些高手的話他們都是會飛一個就是 極限飛 那其實基本上就很很帥氣這樣感覺喔 好 我們第一場場拿到的是我們的這個 廣寒先進 那看一下能不能再取得我們一次好成績喔 我們第一場是取得我們第一名 這一場看一下能不能再哪一個有前三名 好 沒問題 過來 後下來 煞車來補一下氣 好 衝噴 進來 西大標大標噴 再一個西大標大標噴 點去 我好像都沒有延到啦 呵呵 其實不太會看 好 過來 CW噴 現在一個WCW噴 來 然後 噴一下 哇 被撞到一點點了 所以 直接輪胎直接一個擺不正 你知道嗎 有點麻煩 我覺得這個遊戲就是被撞到之後 你就沒辦法做太多的細部操作 因為他會整個直接偏掉 就是 不太喜歡一個地方喔 因為照理來說的話應該是 你還是可以做一些微調把它拉回來 就是你那邊是直接這個 你被撞到那個屁股 你的那個車子直接就是 就直接這樣斜斜的過去了 就再也回不來了 會很尷尬 會 薩西W噴 連續看看 沒有 又沒有延到 哇 沒延到就算了 還去撞那個牆壁 WC噴 這關鍵點就是這邊了 飛越點 如果能夠飛過去的話應該都還好 然後搞不好還可以因此的那個 直接逆轉 好 直接逆轉 再加一個加速 直接第三名沒有問題 應該有第三名吧 水 還不錯 所以那邊的話 基本上就是過去之後 在一個內道的話 應該就還行的感覺喔 但是一般來說 他們好像都是掉一個超極限 然後過去再一個側身飄影 然後直接過去再一個那個 西W噴 就是高手的一個技巧 會比較難一點點 好 這邊的話 直接把西部礦山崩掉 來看一下 今天最後一張圖會跑到哪一張 是我們星星火車站 那最近的話 其實我以前還滿喜歡跑星星火車站 但是最近的話 開始變得比較不喜歡跑星星火車站 因為它太多一些小道了 就是那個小道真的是 如果大家都跑到那邊 會很容易就直接撞到 大家都稀巴爛那種感覺 會比較麻煩 都星星 大家可能也不喜歡 喜歡跑我們星星火車站吧 因為我真的覺得 轉來轉去 真的很容易就直接撞 把別人撞爆喔 真的是很難很難搞喔 好 那我們今天最後一場 來到的是我們星星魔車 再看一下那邊取得 我們的好成績了而已 魔車真的還不錯喔 未來戰士真的很不錯 然後這邊的話 又沒有又沒有出現了 然後 還被撞得洗髮爛 哇塞 到底在.. 不是 我真的很想說 到底在幹嘛 大家到底在幹嘛 有需要這樣子嗎 好 先補個氣 然後這邊來一個甩票 直接衝起來 再一個甩票 再一個吸打就噴 射身 吸打就噴 這邊開始啊 這邊開始基本上就 哇我這邊好像彎太早 這邊開始就很容易就是出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前面這個雪人區 我這邊是自己失誤欸 這邊是不 不干別人的事 這邊是我自己失誤了 OMG 那邊真的有點彎太早了啦 自己失誤了 GG 看一下還有沒有機會可以追 摸摩托車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他有時候他會有抬頭噴 那抬頭噴基本上的話 他是會把你的氣都弄沒有 所以大家盡可能就是自己看一下 是不是有需要去用那個抬頭噴 因為我發現我自己沒有按那個 自己沒有按煞車 但是他有時候還是會給我抬頭噴 就是真的是 就是會有那個觸感問題 那個人怎麼在那邊面臂思過 他怎麼了 你怎麼了 面臂思過 哇 尷尬喔 這邊 這個位置吧 欸我直接變第三名欸 怎麼了 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直接騙第三名了 人生就是充滿了各種奇妙啊各位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我什麼時候變第三名了 不過好險 好啦 有錢三名就是贏啦 還行啦 沒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就是 商城這邊有賣一套新的套裝 是我們這個 雙慶銀華禮盒 那每天都有限量五盒啊 你也可以跟哲平一樣就是慢慢的買這些五盒 因為我覺得我最近基本上就是 那個運氣比較不太好啦 所以我是比較想要就是直接就是 這樣子就是先買一點點買一點 這樣嘗試的感覺 就是不要比較 比較不要就是一次就投這麼多 因為最近運氣真的不太好 因為之前都是抽到我們250幾盒 這樣的感覺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囉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那大家覺得我們今天摩托車玩得還不錯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明天早上10點中午車點個晚上 影片跟晚上7點個晚上點個影片喔 大家來看一下啦 那我是影片 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